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最后下手揉成面团 揉好以后放在案板上搓成长条 然后切成相等大小的面剂放一边待用 碗中多倒点食用油放入面剂 把面剂全部放进去裹上保鲜膜浸泡半小时 准备一个番茄切成碎丁 准备一些洗净的蒜苔切成碎丁 碗中打入两个鸡蛋搅散 锅中油烧热倒入鸡蛋炒熟 炒熟以后装碗蛋用 起锅烧油放入番茄蒜苔翻炒一下 加点食盐生抽 加点清水翻炒一分钟后关火待用 浸泡好的小面剂取出来给它扯成长片 经过油浸泡以后面剂的延展性非常的好 扯成这样宽2厘米长10厘米的面片即可 锅中烧开水放入一勺盐 把面片也放进去 大火将面片煮熟 用筷子不时的搏动一下 防止粘连在一起 面片煮熟后捞出来过一遍凉水 过凉以后将面片放入盘中 浇上菜卤汁 一道美味的番茄鸡蛋卤面就做好了 吃起来劲道爽滑 咸香有味 喜欢赶紧试试吧 好了本期的视频就到这了 咱们下期见 拜拜 我们下期见